第四实体 甲乙两圆柱形容器底部相通 底面积分别为5平方公分50平方公分 内装密度为每立方公分0.8克的油 上端均与活塞密封 活塞可自由上下移动 且活塞与容器内壁的摩擦力极小 可以忽略不计 当平衡时如右图所示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甲 若施力在小面积的活塞上所产生的压力 会等待传到大面积的活塞处 这个叙述是对的 这个叫做帕斯卡原理 因为液体不能够压缩 所以小面积所产生的压力 会等于大面积上所产生的压力 所以它会小面积上的产生的压力 会等待传到大面积的活塞处 叙述假释对的 叙述以 我们在小面积活塞施力所产生的压力 会利用阿基米德原理 传递到大面积的活塞 而将力达到放大的效果 这个说法是错的 这个不是阿基米德原理 是帕斯卡原理 就叙述以示错的 若在小面积的活塞施力一公斤重 则在大面积产生的压力为每平方公分200克重 这个说法是对的 我们刚才讲过帕斯卡原理是说 我们小面积上活塞的压力会等于大面积上活塞的压力 我们在小面积上施力一公斤重也就是1000克重 他的面积呢是5平方公分 所以出来呢就是每平方公分呢200克重 也就所以我们的叙述柄是对的 小面积上的压力是每平方公分200克重 大面积上压力也是每平方公分200克重 丁 如果在小面积的活塞施力200克重 则在大活塞可产生2公斤重的支撑力 帕斯卡原理说 我们小面积上面的压力会等于大面积上面的压力 我们在小面积上施力200克重 他的面积是5平方公分 就会等于我们大面积上不知道产生多少的力量 而他的面积是50平方公分 这个消掉是10 所以X就是所谓的2000克重 2000克重就是2公斤重 所以选项丁说 在小面积上施活塞200克重 则在大活塞上可产生 2公斤重的支撑力是对的 我们的叙述甲丁是对的 第40题问我们说哪些叙述是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加丁丁 4马来的 谢谢大家